欢迎收看全网独一分的对人独性排行榜 目前已经出场了两组选手 肩帮扣住以最低的人质识量 占地为对人类独性最强的动物 而黑猫八在总杀人数量上遥遥领先 占地为对人类杀伤力最大动物 今天来看一下第三组选手的表现 第一位选手 蟒山猿猫头 也叫蟒山闹里头 是全药州体型最大的葵科毒蛇 由于野外数量十分稀少 很少有咬人记录 在2000年的记者采访中提到 当地曾有一个捕蛇老者 在抓捕蟒山时不慎被咬穿虎口 最终死亡 尽管这只是一个传闻 但以蟒山的排毒量来看 能毒死人是必然的 而且致死率肯定不低 因此它的人质食量 应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蟒山猿猫头发的平均排毒量 约为300毫克 我给出的人质食量估值为50毫克 所以一条蟒山猿猫头发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二位选手 虎班警操蛇 虎班警操蛇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游蛇 却一直被人诟病是微毒蛇 在1971到2020年 日本蛇族研究所记录了 43例虎班警操蛇咬伤案例 其中5人死亡 当然这并不来代表虎班警操蛇的致死率 因为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中毒 不过可以证明虎班警操蛇的毒液是足以致命的 因此它的人质食量应当接近平均排毒量 虎班警操蛇的平均限毒液产量为8.5毫克 我可以除了人质食量估值为8毫克 所以一条虎班警操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一人 第三位选手 巨文利蝎 也叫巴西黄蝎 是巴西最致命的杀人蝎 在2000到2012年 巴西报道了48万2616起蝎子这张案例 共有728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死亡案例都是由巨文利蝎造成的 在2014到2021年 巴西某地区就有了112例巨文利蝎的遮伤案例 其中94年6的人都是轻度中毒 只有0.9%出现重度中毒 这一比例可能与毒性地理差异有关 因为在其他地区有过13.5%的重症率 总体来看 巨文利蝎的致死率在蝎子里是比较高的 但还达不到顶尖水准 因此它的人质食量应当大于平均排毒量 巨文利蝎的平均排毒量约为0.5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食量估值为0.8毫克 所以一只巨文利蝎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一人 第四位选手 牧师矛头腹 牧师矛头腹是一种巨型矛头腹 最大体型仅次于三兽矛头腹 在1982到1987年 巴西记录了34例牧师矛头腹咬伤案例 尽管有72.7%的人出现零血异常 但只有两人全身出血 没有一个DIC或急性性衰紧 可见牧师矛头腹的致死率不是很高 因此它的人致死量应当高于咬人排毒量 牧师矛头腹的平均排毒量约为250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食量估值为100毫克 所以一条牧师矛头腹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2.5人 第五位选手 南极蛇也叫死亡蛇 是澳大利亚的明星物种 在一份表格中列出了部分澳大利亚蛇类的致死率 其中南极蛇咬伤10人死亡5人 50%的致死率非常夸张 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南极蛇的真实实力 因为这份数据是DICV2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警方关于蛇咬伤的报告 以及1891-1905年其他州公布的案件报告给出的 有偏向重症报道的嫌疑 在莫尔自闭港总医院发表的15例南极蛇咬伤案例中 只有两人出现了危及生命的症状 这一比例可能更贴近南极蛇的真实实力 可见南极蛇的致死率并不是特别高 因此它的人致死量一旦低于咬人排毒量 南极蛇的平均排毒量约为80毫克 我给出的人致死量估值为18毫克 所以一条南极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4.44人 第六位选手六眼杀猪 六眼杀猪在一些围之中被称作毒性最强的蜘蛛 然而这些说法并没有可靠来源 因为飞蛇的六眼杀猪根本就没啥咬人记录 只有一个疑似死亡案例 毒液研究也非常少 对动物的毒性还不一定有肩帮扣猪卡 唯一只得吹的是其毒液中还有峭林紫霉地 可导致坏死和溶血 而有着惊人业界的棕色引盾猪 主要成分也是峭林紫霉地 很多人就以此为依据说六眼杀猪是最多的蜘蛛 你这不是扯淡吗 本来就是占了别人的光还把别人踩在脚下 由于六眼杀猪缺乏实际表现 暂时不能给出很高的致死评价 因此他的人质量单高于平均排毒量 六眼杀猪的平均排毒量约为0.3毫克 我给出的人质量估值为0.7毫克 所以一只六眼杀猪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0.5人 第七位选手莫桑比克射堆人尽手 莫桑比克射堆人尽手是非洲南部地区的主力伤人毒手 经常导致残疾坏死 那他的致死率怎么样呢 在1979-1980年非洲医院救了的17例莫桑比克射堆人尽手咬伤案例中 有三例儿童出现低血流量性羞克 可见莫桑比克射堆人尽手的致死率虽然不高但也不低 起码比周圣人尽手要强 因此他的人质尽量但低于咬人排毒量 莫桑比克射堆人尽手的平均排毒量为335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尽量估值为70毫克 所以一条莫桑比克射堆人尽手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第八位选手 印度人尽尽手 印度人尽尽是印度四天王中的一员 也是全世界咬人最多的眼镜尽 在1948-1952年 印度记录着42例印度人尽咬伤案例 其中两人死亡 4.8%的致死率 主要是这时有印度人尽的血清 而且印度人尽存在很大的毒液地理变异 在不同地区毒性各不相同 比如斯里兰卡记录的25例印度人尽咬伤案例中 只有16%出现呼吸麻痹 而马哈拉斯大拉邦记录的41例印度人尽咬伤案例中 有53%出现呼吸麻痹 可见印度人尽的致死率跨度相当大 综合来看肯定有顶尖至超顶级的水准 因此他的人质尽量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印度人尽的平均排毒量为170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尽量估值为20毫克 所以一条印度人尽可以杀死的人数为8.5人 第九位选手 深茂水母也叫普特亚战剑 是纪录片中吹得很凶的一位选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实际表现 在巴西圣保罗记录的331例深茂水母折伤中 只有7.2%出现心动过速 0.9%出现高血压 而委内瑞拉记录的59例折伤中 有16%出现喉睡症和呼吸困难 3%出现心动过速 尽管深茂水母的折人数量非常多 但即使有自人死亡的记录 表明深茂水母的致死率相当低 考虑到深茂水母不同于蝎子蜘蛛毒蛇 它的排阻量取决于触手遮人的刺细猫数量 是无法计算的 因此我通过小手的毒性 内比对人类的毒性给出致死量 深茂水母的人致死量估值为18毫克 平均触手遮伤排阻量为15毫克 触手遮伤总排阻量为45毫克 所以至深茂水母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2.5人 第十位选手银环蛇 银环蛇是我国毒性最强的蛇 也是光靠毒性就能耍流氓的蛇类代表 在中国台湾就有的894例银环蛇咬伤中 有206人死亡 23%的致死率 在1976到1999年广西柳州就有的蛇伤案例中 因为医疗条件的提升 所有蛇的致死率都有所下降 但银环蛇依然有23.4%的致死率 表明它的原始致死率可能接近30% 力压五不舍在的顶尖高手属于超底级水平 因此它的人质词量应当低于咬人排毒量 银环蛇的平均排毒量为4.6毫克 我给出了人质词量估值为0.7毫克 所以一条银环蛇可以杀死的人数为 6.57人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榜单情况 可以看到人质词量榜中终于出现了毒蛇 银环蛇非常给毒蛇家族长面 总是在上帝榜中黑白白的地位依旧无可撼动 印度人蛇也是几身前列位居第二 另外我要说一下这种视频是非常难做的 还只是给我翻脸支持一下 好我们一起期待下一组选手的表现 by bwd6